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我爸是心臟命死的吗 方晏总 你是哪个儿从我 给我出去 总经理 他是来应征你的秘书 我的秘书 你是总经理 约约到粉底上班 当我的秘书 你要用我啊 我要查清我爸自杀的真相 我需要知道他们的下落 需要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好不好 他叫江河 陆依依的学生 今天晚上会搭飞机来台湾 你找他究竟是为什么 我想让他亲口告诉我 我父亲真正的死了 真想用我自己的能量 去化解仇恨 如果你认为是对的事情 那你就勇敢去做啊 我 会在精神上支持你的 我希望你明白 我爱你属不条件 我就是令你夫妻抛架弃子的女人 我这次来见你 我是想用我的努力 能平息一些恩怨 我希望你能相信我 我们合作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 把这个专卖权交给你的 只要您给我机会 我就能证明我的能力 我希望你能相信我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 你应该努力的成果 也是我们公司第一个成果 你已经踏出成功的第一步了 等我实现我的梦想 我们的结果 一模一样的 这是我爸科的 你怎么有 这是我书工寄给我沈婆的 你说是你爸爸科的 那你爸爸也许认识我书工 可不可以请你带我去见你爸爸 你不要给我打死 我给你客气 你不要给他当作乎气 没找到我书工我是不会走的 没想到我给你方便 你给他当作随便心 我们 我们不是小偷 我们只是来找人的 不要滚掉这个 不好意思 你看 你说你叫安安 那你姓呢 姓安明安 这只是我的全名 我们的祖先住在山上 我们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后来汉人来了之后呢 就要让我们 惯上汉人的姓氏 所以我们每个人 都有两个名字 一个就是我们真正的名字 你是台湾的少数民族 以前汉人叫我们山地人 现在他叫我们原住民 安安 听说你调到一个金龟婿 找到一个好男人 一定要好好的 紧紧把握住哦 不然年纪大了 就像艾莉一样会自销哦 喂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 我知不知道关你什么事 讨厌你 艾莉 嫁给我吧 我想 我回来了 我好想阿梦 如果他在的时候 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他都会跟我说 应该要怎么做 以后如果有机会去大林的话 记得跟我联络 我们这次分开之后 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见面 你昨晚是不是和那个原住民 姑娘在一起 你怎么知道艾莉来大林 你还知道什么 为什么你和他之间 能发生那么多的巧合 但是你们两个不都不让我 去想到的 这是命运把你们相锁在一起 我跟他真的只是朋友 好了 帮你做些事情 你怎么可以这样 那是我爸留给我的东西 如果我还可以看这东西 无动于衷的话 我就不是孟婷 我不是男人 江先生 不知道你愿不愿到台湾 来参加我和安安的婚礼 我以为你们只是订婚 你只要你这样做很伤人 我就要你属于我 够了 你别打您关打 我不管了 说不定安安跟钟和这会儿 玩得这么贪心呢 如果他下山的时候 发现你 在他困在山上的时候 跟另外一个女人来到大陆 还跟他共处一时的话 他怀孕了 是你的孩子 知不知道喝酒对孩子不好 陆姐告诉你的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 有用吗 你的选择会改变吗 你会为我取消婚礼 还是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来解决我肚子里的麻烦 你如何 恩 你知道吗 我在钟和画时看到一封画 他把你画得好漂亮啊 施方平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涂毯 放在另外一个女人身上 我一直追求我自己 要忘记你 是你迟到了 我是先认识孟婷的 你和我怎么办 我不想迟到 只能说 我们缘分未尽 你的话 我已经送到法国去 因为你 才坚持我到法国的决心 但是 我不想引人去法国 我没有时间去看你的话 这幅画不买 你还是把它忘了吧 那只是一份没有结果 藏在油画里的感情 这个老夫人是我的沈婆 她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 去等待一个她不知道 会不会有结果的爱情 一创 等待 刺绣的女人 还是等待 等待着自己的男人 不知为什么 我总觉得这幅画的女人 好像就是我自己 信心苦苦守着一个家 等待着自己的男人 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